好 联合国外人最近欢天喜地 不断地感谢中国大陆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全额 把今年的会费搅清了 一口气拳脚 没有分歧付款 没有基欠 总共是多少 将近5亿美元 所以非常感谢北京 他不是直接讲这句话 他前面还拉了很多很多的梗 讲的时候笑容满面 我跟你讲这5亿美元 对于联合国来讲 太重要太重要了 其实在这个联合国里面 搅签搅最多的第一名是美国 第二名就是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都是一次搅清 那美国都是这样 欠东欠西 这个欠个十几亿美元 就是家常便饭 家常便饭 除非像这个联合国交科文组织 他后来他想要加入才搅 对对 要不然他就不搅 为什么要搅呢 但是你看到中国 中国搅了 所以大家知道联合国 有自己的这个为难之处 在整个事情上 联合国一点效用都没有 然后美国呢 又这么的这个偏袒以色列 但另一头我们讲到 这个中美关系和缓 和缓没有和解 但是毕竟和缓就是一件大事 老大态度都变了 小弟们呢 要赶快跟进啊 谁没有跟进谁倒霉 那这个日本的动作就很快 在IPAC一看 这个苗头不对 有没有 所以岸田马上去求见习近平 在大陆的所有这个文件当中 都显示是应邀 应邀跟这个岸田见面 所以这个双方谁主动 谁被动 大家就知道 然后就终于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这个呢 立刻吸引了国际间的注意 日本对华外交急转弯 要跟上美国的步伐 小跑步 赶快跟上 要赶快跟上 那韩国有没有跟上呢 这个韩国好像反应 稍微慢了一点点 对不对 毕竟你席越的这个 影席越的这个政治资历 是比较浅一点 那也是见到了啦 但是没有任何的细节 怎么会有细节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 面对面三分钟而已嘛 应该就是一个 礼貌性的寒暄吧 互相认识一下 大概就这样 所以这个一比较之下 这个高下利剑 好像日本真的是 比较有经验 一看老大 风向变了 这个赶快跟上 那影席越就是慢了半拍 但是另一头 这个日本的核污水的 这个问题 还是让中国大陆 不能接受 所以这个水产的问题 怎么办 中国人又很爱吃 这种新鲜的海鲜 所以现在 光从日本进口的水产品 大跌 减掉了99.3% 几乎是全净了啦 那韩国的生蚝 生蚝前十个月 从这个中国大陆 卖给中国大陆 增加了三倍 它就是一个 总的一个数学问题 这边少那边就要多 所以这个 都在东北亚嘛 这个海鲜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这边少了 韩国就乐了 好 以及另一头 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 还有个小地呀 美国还有个小地 菲律宾我们怎么能漏了菲律宾呢 那菲律宾有没有跟上呢 菲律宾这次也 这个总统小马可氏呢 也跟了这个习近平见面 但是拜登没有见他 他到了美国 他很想跟拜登见面 但是白宫跟他说 拜登很忙 好吧 很忙 拜登跟日本韩国都见了面 但是就是没有跟小马可氏见面 听美国的话 在那边南海考试 搞完了 尾款没收到 尾款没收到 我跟你讲那态度超憋屈的 然后就派了一个贺锦丽接待 贺锦丽接待 副总统也还行吧 我跟你讲不行 来 照片我们找到了 这个照片让大家惊呆了 你看到没有 他跟这个 他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 是这样 好歹有没有 一个正式的一个场合 然后王毅培在旁边 这个就是一个场边的嘛 场边的一个这个界面 但不管如何 这个场地还可以吧 但是你看 他跟贺锦丽 见面这个房间 大家第一看 这仓库嘛 厕所隔壁 这是个仓库嘛 旁边这后面 还用一个简单的 那个围栏 这个一个 屏风隔起来 在后面 是不是仓库 放了一些工具 还是怎样 然后你看墙上 这是什么 这是粮 还是没有施工完的 然后有人说 这是漏水嘛 然后地下 还放了这一大坨 这不知道是谁从 还是谁的东西 大概就往地上 一摆一丢 你相信吗 马可撒 好歹也是菲律宾的总统 总统到了这个美国 那拜登老人家 年纪很大又很忙 没有见也就罢了 贺锦利剑也行啊 但就这样啊 就这样 你看到在这个场合 所以今天很多人觉得 这个场合 四个字形容 叫做一言难尽 这个街大使 这个外交专场 你觉得这个 我们都讲肢体语言 空间政治学 你看到了什么 当然就是说 这外交来讲的话 我们一直讲 形式就代表失职 这时候美国根本就 不待见那个小马克思 当然这个小人物啊 而且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啊 就这样子 而且他以总统之尊 跟副总统 怎么可能平起平坐呢 这是很奇怪的 这个从国外交礼仪来讲 不对等的 副总统哪里翘个脚 对这个座位安排也不对啊 你对帆帮也不能这样搞啊 对啊 帆鼠也不能这样搞啊 所以我觉得小马克思 他的这个礼宾思想有问题 对是不是也太不挑了 我说那个房间 而且你还拍了照 还照片还留出来 这个算是私理啊 那这个礼宾思想应该要 立刻叫停 然后呢座椅重新安排 然后呢把这个组 这个位阶要弄出来 总统跟副总统是不一样的 不能这样子建 然后呢场地他也要 也要有所要求啦 这就是专业礼宾人 外交人员的重要性 那我们过去我们这个元首出访的时候 我们礼宾思想一定跟在旁边 任何时候都要先把场地看好 才让我们的这个 这个总统跟副总统进去 那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工作 像这种地方的话 说实话 一般国家不会让他总统进去的 对连那个地上你看到 那是谁的包啊 这样一丢 这个就是说简直是 我认为就是说很多国家 会认为是一种羞辱 我想这张照片回到菲律宾的话 那菲律宾反对党一定说 你马可思受到美国人羞辱 第一个 你拜登见不到 跟他的贺锦丽见什么见 贺锦丽做没做相 那个表情也没有一点恭敬的样子 对不对 那就是说非常非常的 不尊重马可思 小马可思 所以他等于受到屈辱 照我们来讲的话受到屈辱 那这种事情本来他们 菲律宾自己应该要求 可见菲律宾自己本身也不在乎 那让这种照片传出来的话 那等于说是一种羞辱啦 我觉得就是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美国在自己地盘上 他很在乎他自己的这个盟友啊 跟习近平怎么见面的 那一定很重要 因为你看习近平本来他要宴请这些 不是参加这个晚宴去发表演讲的 本来是在见拜登之前 美国都有一见 美国都说对不起 你要先跟拜登台湾 你再去跟我们的老百姓见面 我们这些CEO去见面 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讲究的啦 那其他各国说实话 像这个安华这个讲话 事实上他会招致一个人场 也就是说他事先没有先联络 在这种多边场合的话 他有人复合或者鼓掌的话 他事先要跟人家讲 那你如果突然把你这个放进去 很多国家他们都不会 我们外交没有集息表现 都是事先要请示的 事先都要讲好 有专业的跟你说 你怎么回应他这个演讲 你是鼓掌呢还是如何 这些都是很严肃而敏感的一件事情 那你说今天日本 都是做出来的 那通通都是设计的 都是设计好的 都是跟演员一样 外交人员都跟演员一样 我们以前在那个WHA 第一次去表决的时候 你知道主席一开决表决以后 现场就空掉了 为什么 所有的委会代表 都会去打长度电话 问他的首都说 要表决我们怎么投票 他没有这个授权 他不敢做任何事情 这是很严谨的事情 那你说日本要跟习近平见面 他一定跟美国先讲好 一定讲好了 那韩国的话 不晓得他的外交 有没有这么细腻 不过我觉得就是说 基本上短短三分钟 这也是基本上 可能是经过交涉以后才有的 就是临时起意 临时起意的话 比较不容易 就是说在这种场合 你只要有照片 有这个photo app 你有这些 制造这种感觉 你有这种接触的感觉的话 每一方都是非常非常 怎么谨慎 而且都要事先经过评估审核 还要谈什么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 尤其像中国大陆 这样子的大国 可以说是超级大国 他在这种场合又更小心 那所以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这种 层层的考量以后 才会回应你的请求 那我觉得这个美国 对这个马可思是完全不尊重 对 我觉得他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就是说他被美国人于去于求 但你看习近平还见了他 对不对 习近平因为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场合习近平的表情 也是很严肃的 因为他很多事情 他觉得有必要跟马可思 把一些重要的问题讲清楚 对 尤其现在在南海上 菲律宾不断的挑事 这个要有加以管控 加以沟通的必要 所以他见了 那韩国部分的话 事实上现在可能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 那日本方面倒是 中国大陆还是 对日本还是 看为 视为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交涉的对手 而且有一定的政策 所以这外交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在这一次我觉得 拜登现在是火烧屁股 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呢 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乱了套了 主要是以色列的关系 所以他才这个IPEF 就是说印太经济框架的 这个会议里面 把14个国家的这个首脑 放在里面等了他一个小时 这个是极为私理的 那当然也有人说 拜登搞不好个人身体又出状况 什么都有可能 可是就是说他一来就说 对不起我在打电话 他也不讲 那他只见了30分钟 人家等他一个小时 他只见了30分钟 就草草收场 那我觉得就是说 其他的国家的反对党 是没有当一回事 可是他们应该会 觉得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 在美国受到屈辱的对待了 那菲律宾更不要说了 我看这个场景是惨不忍睹 对所以我们讲到 这个美国态度转变之后 接下来一大堆小弟嘛 日本啊 韩国啊 这个菲律宾啊 大家这个心都很慌 恐怕也在思考 自己态度要有所转变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